iPhone卡紧收快速感应收款推出后 欧盟加大对苹果反垄断调查 近日,欧盟官员继续对美国Apple公司公司进行调查 尤其是其对Apple Pay所使用的NFC天线的限制 这一做法被欧盟委员会称为反竞争 苹果受到欧盟反竞争调查 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管欧盟内的反垄断法律 自从Apple Pay在2015年推出以来 便指控苹果公司存在反竞争行为 欧盟官员们担心 苹果公司将iPhone内建的NFC晶片限制在Apple Pay上 这使得第三方公司无法进入行动支付市场 据彭博社报道 Apple Tap to Pay卡紧收 技术获得额外一轮欧盟反垄断审查 欧盟目前正在探索其他行动支付方式 例如QRM和蓝牙技术 作为苹果NFC晶片的替代品 欧盟探索NFC技术替代方案 欧盟并不是第一个对苹果公司处理设备NFC的政府机构 就在Apple Pay推出不久后 一群著名的澳大利亚银行曾试图抵制Apple Pay 以谈判获得第三方使用苹果设备内部NFC硬体的访问权 然而这些银行最终在2017年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否决了他们的抵制请求后 打退堂股 这整个风波始于2019年 当时欧盟调查人员要求支付公司就Apple Pay提供反馈 他们担心苹果公司决定限制iPhone的NFC晶片仅与Apple Pay合作 这将阻止其他公司进入行动支付市场 Apple Pay在欧盟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行动支付服务 苹果公司也不拥有智慧手机销售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